有请主持人登场 见证了黄晓明从年少到 在这 真的是非常紧张 会一位一位的重磅嘉宾 小燕你好 非常熟悉的面孔 让我们有请2007年度 公益当事人 资教工程 公益基金创始人 著名演员孔维 来有请孔维 为孔维多说几句 孔维现在是 7万多个孩子的母亲 情义始于2014年 2014年大家应该还记得 你还记得这个封面吗 小文哥 这是中国慈善家和小明有非常深的一员员 她是第一个登上中国慈善家封面的明星 那么让我们有请2019年度公益当事人中国国际广告协会 阳光代言人委员会会秘书长张之鹏先生 每个数字背后都是我们的力量 那接下来让我们热烈欢迎的是 2022年度公益当事人 也是非常著名的演员 也是我们携手明天计划的发起人 张天爱 有请天爱 天爱呢 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细节和细心的举动 他说他在出道7天的时候 非常好 谢谢 非常好看 三位和你留念一下吧 好不好 来 辛苦 来 辛苦我们礼仪 谢谢 那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 小明哥刚刚 谢谢 那我们今天第一环节呢 最后一位呢 是一位重量级的演讲嘉宾 让我们有请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工艺研究院副院长 海南亚洲工艺研究院书记徐首 谢谢王河 但是如果你检查中国的舆论厂 你会发现 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大规模地向社会完成传达 谢谢熊豪先生 当你在父母身边时 谢谢天爱和草图君 我也想插播两句 就是甭管是在家的还是不在家的 养成没事跟家里老头老太太说话 不在就通电话的 待会让他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礼物 道具老师帮我们上一下好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在餐桌上 每一位 对 桌前都有这样的一个 线素院 好 王源源 父亲王允建 看看十年 我已经上来了 谢谢您 您多大了 哀哀父母 生我 劳瘁 平之庆 以 为雷之耻 显明之声 不 那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叫做真心英雄 那在我们今天的答谢会上呢 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 他就是丁真珍珠 一位非常可爱的藏族男孩 喜欢他的朋友呢 会称他为田野男孩 让我们有请丁真来开启这个环节 来丁真 好 首先丁真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然后也讲一讲 你和小明哥之间的渊源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丁之珍珠 但是小明哥 我们两个是 之前录综艺的时候认识的 对 从那开始小明哥是 真的我 我可以说是我的亲哥哥一样 真的 但是 我以为小明哥 我们录综艺的那样 可爱 爱笑那种 但是后面就 今天看了 小明哥 我 我不会走路的时候 小明哥就开始 做那个工艺 真的 好可爱啊 就是 黄小明 你看看真正的清澈啊 清澈啊 真的是很清澈 很可爱 和小明一样 眼神里都有天真和赤子之心 这是我们所有 不管是好的工艺人 还是演员 都应该拥有的一颗心 那其实丁真给家乡 给故乡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艺的事业 也借着这个机会 讲一讲你的工艺之路 好不好 其实我 出名了之后 然后就 我就 我留在家乡 然后就 介绍家乡 然后就 帮助家乡的 旅游 然后就这样 我也可以说是一个工艺吧 对 谢谢 好 谢谢 为家乡做宣传 为故乡做宣传 大家发现没有 很多人都觉得 能说会道 必须得是像演讲一样 像主持人那样子 好像能够妙于脸珠 但其实 还是那句话 叫做 眼睛和动作 永远先于语言 就是我们在传达 一项心意的时候 磕磕巴巴也没关系 刚刚那位上台的父亲 普通话不标准也没关系 依然阻挡不了 他指点北京的万丈雄心 这就是我们语言的力量 和人格的力量 那今天呢 也是丁真珍珠 被大家所熟悉 为大家所熟悉 所广之的 三周年的纪念日 对 对嘛 正好就是今天 那我也这个自作主张 代表小明哥 代表黄小明呢 送上一份对丁真的祝福 好不好 来我们的李老师 好 这个更贵重的礼物 黄小明会私下给你的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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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丁真 来有请如许就坐 好 那我们这个环节呢 既然叫做真心英雄 我们就要请到 我们真正的能够 刻骨在我们心目中 名字的英雄上台 那我们黄小明的明天爱心基金呢 在2015年呢 捐款了200万为天津捐助急需物资 并为消防指战员和武警家属 送上了抚恤金 同年呢 我们又追加了100万元设立 真正的要掌声的 假期期间自驾700多公里 只身前往武汉当志愿者 主要负责呢 给孩子和孤寡老人 配送生活物资 每天工作连轴转超过12个小时 谢谢 谢谢微臣 那两位上台 然后都有很多的话 想跟小明说 我相信小明也会有很多的话 想跟你们说 来 小明我们上台跟他们 一起这个 交流一下情感 表达一下恩情 海洋我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礼物 要送给小明哥 好 这个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提前写好了 在那个注意事项里面 是让大家不要带礼物来的 衡献一下海洋的礼物好不好 好 辛苦的一导师 是 那个时候头发还朝上竖着呢 那个是很早之前 好 就是英雄 就是真正的英雄 对 好 谢谢 这个海洋 你曾经比出过一个夜的手势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说一下王冲 王冲呢90后小伙子 陆遇歹徒呢持尖刀行凶 歹徒呢随意攻击行人 无场 这是王冲 大家掌声给王冲 困境的孩子 从头至尾完成了学业 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为陈妈妈 给陈妈妈掌声 山东青岛 哦 青岛 欢迎丁真上台 好 这个我们俩隔海相望吧 这个你为大家今天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家乡的哈达 哈达 对 哈达是我们家乡的话 比较尊敬的英雄呀 尊敬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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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那种客人呀那种献 好 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丁真啊 为我们的英雄们献上哈达 表达对英雄们的最崇高的敬意 来 丁真 那在中国的藏族传统之中呢 哈达是一种象征着祝福 尊敬和感激的礼物 被赠送给尊贵的客人或者英雄 哈达的线上呢 象征着我们对受理者的最高敬意 同时也传达了我们的祝福和感激之情 那就像刚刚小明哥说的 我们特别特别希望的是 这些朋友们 这些英雄们 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所记住 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辛苦丁真啊 好可爱 不辛苦 好 好 来 我们一起 你站在那边 然后我们给摄影圣上老师 留下这一记录瞬间的镜头 一个非常非常轻松 有意思的环节 那今天呢我们又会看 刚刚苏莽姐那个小怪兽拿出来 在你们的礼品袋里面有一个小怪兽 对 拿出来你们也自己挑战一下 暗自挑战一下 试一试啊 拿出来了吧 现在都是一个 开始了呢 然后你忘了 我已经开心地把你给遗忘 然后我只能鬼鬼吹吹吹地自己跑出来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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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丁真 丁真第一名 小明哥虽然是第一名 但是不算啊 你已经你已经太老练了 我丁真第一名啊 好 人家两位已经结束了 人家两位英雄都已经结束了 你们俩刚刚是你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歌手 戴宇彤为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表演 戴宇彤是一个非常热心 我们要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还 有你的方向 今天我们特别授予他们四位 为私园工程黄小明真心英雄公益项目爱心大事 好 下面我们还是请小明 还有李小林先生来给他们颁发证书 四位都是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 希望多多用你们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关注加入这个项目 好 谢谢 谢谢伴奖嘉宾 也谢谢四位新任形象大使